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的两场比赛我们会觉得赵崇洋比较的成熟稳健 虽然在超级王者战当中他屡遭挫折 但是今天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赵崇洋 不一样 又蜕变了 对 然后蓝方选手张兰佩呢 拼打型 今天前两场比赛也是一如既往的拼打 但是比较 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 全部是在一回合结束战斗 而且都是这种扫腿KO对方 对 我们看进入到决赛 两位怎么打 张兰佩你手为什么要放下来呢 对 他可能觉得对方只可能单个动作 但是没想到对方的连续性很强 这个并不是打倒的 对 滑倒了 奥宇在这个 赵崇洋比较召集啊 我知道他一定是对这条金鸥带特别的渴望 但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召集的时候 还是要想办法 虽然说在赛前大家都非常看好赵崇洋 但是面对张兰佩在前两场比赛当中都是以KO的方式取胜 他的实力也是不弱的 对赵崇洋不要着急 体能保持住啊 好 这个时候节奏慢下来了 调整一下 两位都需要冷静 是 哦 又换我了 好的 赵崇洋能不能抓住机会 哦 这个躲得漂亮 可以看出张兰佩没有受到影响 哦 前摆拳 用前摆拳 联系的前空拳 哦 今天张兰佩给了赵崇洋一个分量 这个应该是 进入到决赛阶段一回合出现三次多秒 看对方运动人会是 能不能坚持 哦 又不行 哎呀 哇 不 这太让我想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赵崇洋不应该着急 把这种体能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对对方这样的一个反击 还在想办法 我还是觉得 就是张兰佩还是在那种蒙的状态下 是 有这样的机会吗 一直一直张兰佩是非常被动的 非常被动 但是看到这个赵崇洋 他确实是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 突然节奏慢下来了 这个时候给了张兰佩更多的机会 他也有一些着急了 是 就是我们所讲的 他对这条金二代的 这个渴望太强烈了 渴望太强烈了 就是真的吗 其实今天我们看赵崇洋的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在 用了四十秒的时间 然后TKO对手 第二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稳 是 那个防守反击 那种防守 第三场我绝对没有想到 他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中草踢到这了 加一勾拳 然后就反复受到重击 就当时很痛苦 就没有站起来 这可能是他离金腰带 最近的一场 但是确实是还是没有把握住 太遗憾了 真的 今天这个张兰佩打了也比较聪明 可能他知道 看一下这个 慢放 他知道赵崇洋的这个内部有这个 被上一场受到影响了 你看 还是刚才的第一个那个勾拳 有勾到 太可惜了 真的 真的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有太多太多的 我们想不到 最终的一分多钟的时间里 同样真的是带给了我们大家 太多太多的震撼 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一分五十三秒 蓝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蓝 放射 欢迎来 祝贺张兰佩